接着要来关心到假汇队争抢劫 一名嫌犯呢 他利用了外籍移工需要汇队工资刊登了假广告 声称说透过了地下管道可以减少汇差 等到了外籍移工上门 再假冒陈警察还有检察官 趁机威胁刑场 目前已经有三个人受害 彰化地检署现在侦查终结起诉 更罕见的以越南文发布了侦查的过程还有结果 就是要提醒外籍移工 千万要小心不要上当了 大批远警拿着鞠票来到嫌犯住处 将人压制在地 原来他就是涉嫌抢劫外籍移工的嫌犯 监警兵分夺路一共逮捕八名嫌犯 原来他们利用外籍移工要汇队工资 先由网络行销组刊登地下汇队广告 大致能减少汇差吸引外籍移工上门 业务组和对方接洽约好时间地铁 交通组负责注册接送 行动组假冒警察或者是检局者 说要报警趁机刑抢 五天犯下了三期抢案 得手近两百万元 检察官侦办之后将高险 王险等人申请羁押或阻 彰化地监数侦查终结 起诉了八名嫌犯 另外更罕见的以越南文发布 侦查结果 检察官除了申请依法 没收犯罪集团和嫌犯的财产外 也特别呼吁移工千万别要因为贪小便宜 因小事大 街道贸 章话报道 好